隨著年齡增長 皮膚細胞的活性和功能都會大幅的降低 表皮層會變薄 裡面的天然保濕因子和內在脂質濃度也會下降 都會去惡化這個角質層的鎖水的能力 最常見的問題大概就是 乾燥、暗沉、毛孔粗大 色素斑點和細紋 我們就會根據個人的肌膚需求 大家好 我是蒲美整型外科陳昕瑜醫師 今天就讓我們來了解一下 水光針的原理吧 首先判斷一個人的年紀 膚質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當皮膚的保水度是比較夠的時候 看起來就會是比較明亮有光澤的 觸感也是比較滑順Q彈的 皮膚的含水量主要是由 表皮層和下面的真皮層來決定的 正常的表皮 它的含水量會由下往上慢慢的減少 那一般來說 真皮層和最底部的表皮層 它的含水量大概是70%左右 往上水分就會慢慢的喪失 到了最外層的角質層 大概是20%到35%左右 那如果角質層缺水的話 也就是含水量大概低於10% 就會導致 角質的代謝異常 就會出現皮膚乾燥、脫糙、脫皮、脫屑和毛孔粗大的現象 看起來暗沉沒有光澤 也比較容易引起後續的發炎反應 真皮層呢 它則是富含 膠原蛋白、彈性纖維和玻尿酸 我們可以把真皮層呢 想像成一層海綿 它其實就是表皮層的水庫 也是表皮層的水分來源 當海綿吸飽水的時候呢 整體皮膚呢 就看起來就會是澎潤透亮的 可是海綿呢 一旦如果乾掉 它就會變硬變粗糙 也比較容易產生細紋 皮膚的保水力呢 其實與內在因子和外來因子呢 息息相關 第一個影響的呢 就是本身的體質 有些人他先天角質結構缺損 或是皮脂代謝異常 像是異味性皮膚炎 或者是脂漏性皮膚炎的患者 它的角質層呢 就會呈現不健康的排列 沒有辦法達到正常的保濕功能 很容易呢 就會陷入一個角層缺損 和皮膚發炎的一個狀態 第二個呢 就是老化 隨著年齡增長呢 皮膚細胞的活性和功能呢 都會大幅的降低 表皮層呢 會變薄 裡面的天然保濕因子 和內在脂質濃度也會下降 都會去惡化這個角質層呢 鎖水的能力 真皮層內呢 最重要的纖維母細胞 它的功能和數量呢 也會減少 而且裡面的 乳尿酸和膠原蛋白 也會快速的流失 就像是地基被抽乾一樣 皮膚就會下失原本的 支撐力和保水度 軟性和彈性呢 也會跟著下降 第三呢 就是紫外線 紫外線呢 它會直接穿透表皮層到真皮層 會讓表皮層的保濕結構受損 破壞細胞的DNA 也會去誘發這個真皮層裡面的 彈性纖維和膠原蛋白去分解 加速呢 種種細胞老化的現象 最後呢 就是一些外來的環境污染 不良的飲食和生活習慣 像是抽菸 高糖食物 或者是 長期的熬夜和過度疲勞 都會損害肌膚的健康 水光針的概念呢 其實就是把皮膚呢 所需要的養分呢 直接注射到真皮層 讓細胞呢 快速吸收 達到皮膚保濕 修復和提亮的一個效果 目前呢 水光針的發展呢 有幾個特色 首先呢 就是這個 針座的這個設計 它是利用非常微細的 鋼針呢 去穿透這個表皮層 到達真皮層 一般來說 它的針座上面大概有5 或是9個針頭 利用多點的設計 這樣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呢 因為它針很細 所以痛感呢 就降低很多 第二個呢 就是它可以把 單點注射的量 控制到更小 達到更加精準 定點和定量的一個 治療效果 透過這樣子 多點密度高的注射方式呢 可以把這個營養成分呢 更均勻的 散佈到整個增皮層 第二呢 就是它一個負壓的設計 當我們在注射的時候 其實會有個負壓呢 把這個皮膚呢 輕輕的向上吸引 讓這個皮膚呢 和針頭呢 能夠緊密的貼合 所以注射的時候呢 就比較不會出現 漏液的狀況 最後一個呢 我認為是 非常人性化的設計 我們可以去調控 負壓吸引的壓力 還有注射的速率 來舒緩注射時 會產生的不適 和疼痛感 總而言之呢 水光針呢 可以針對真皮層 提供 快速精準 且深入的治療 適合呢 忙碌的現代人 皮膚最常見的問題 大概就是 乾燥暗沉 毛孔粗大 色素斑點 和細紋 我們就會根據呢 個人的肌膚需求 來調整注射的配方 最常見的 第一個就是 玻尿酸 玻尿酸呢 存在於 我們真皮層的細胞間 是皮膚本身呢 重要的保濕成分 玻尿酸的保水性能 非常的好 一公克的玻尿酸呢 大概也可以吸收 500到1000CC的水分 當我們把玻尿酸呢 注射到真皮層 它會去吸收 組織的水分 讓原本呢 老化的真皮層呢 含水量增加 從內而外 達到一個補水的目的 自然呢 皮膚整體的膨肉感 和彈性呢 也會提升 第二呢 肉毒感均速 它可以去放鬆 表面的肌肉 減少細紋的形成 它也會去調節 我們皮脂腺的分泌 和毛孔周圍呢 樹毛肌的作用 達到呢 讓毛孔縮小的目的 第三呢 常見的就是 纏明酸 它可以呢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 所以對於 色素斑點的淡化 和提亮膚色呢 也有很好的效果 第四類呢 就是一些生長因子類的產品 像是呢 由自體血液呢 萃取出來的PRP 藉由水光針呢 把這些富含生長因子的 萃取液呢 打到真皮層中 讓皮膚細胞 快速地去吸收養分 調節局部的微環境 對於皮膚 再生和修復的能力呢 都會有所幫助 最後呢 除了來自於產品的效果 有破壞才有重建 那水光銀呢 就是透過這些 細小的針頭 在皮膚表面 產生了許多 微創性的傷口 這樣的過程 其實就會 啟動皮膚的修復機制 促進膠原蛋白的鮮身 其實這個疼痛感 是因人而異的 那目前呢 水光針呢 是用非常微細的針 大概比頭髮粗一點 所以疼痛感呢 其實下降很多 比較怕痛的人 我會建議 敷麻藥的時間 久一點 那疼痛感呢 也會改善很多 整體的治療時間 大概是10到15分鐘 治療後會搭配一些 陰膚和鎮靜 讓皮膚呢 得到舒緩 一般來說 水光針呢 它使用的針頭 是非常細的 所以不太會留下什麼針口 但一些微紅點呢 還是會出現 那一些比較明顯的 針孔 紅腫 或瘀青 這部分就因人而異的 有的人有 有的人沒有 修復期呢 一般是3到7天 那有一些人呢 會產生比較明顯的 針孔 紅腫 瘀青 也會在一到兩週之內呢 逐漸的緩解 在接受水光針的治療之後 我們會建議 大概一天內呢 先不要洗臉 如果有需要呢 可以用 真理鮮水清潔臉部 那也是一天之後呢 再開始使用這個保養品 避免選擇呢 像是美白 酸粒 或是過於刺激的 這個保養品 至於可不可以上妝呢 我覺得還是要看 每個人的修復狀況 如果有比較明顯的 紅腫 瘀青 我會建議等這些症狀呢 舒緩之後 再上妝 不要給皮膚呢 太大的壓力 最後呢 其實還是要做好 基礎的保養工 做好保濕和防曬 多喝水 正常的生活作息 這樣才會讓水光針呢 發揮最大的功效 如果你是注射玻尿酸 通常會在二到四周之後 感覺到皮膚的保濕度 是增加的 其他像是一些 生長因子類的產品 則需要給細胞 多一點的時間 去慢慢的恢復 它這個修復和新生的能力 如果想要讓這個效果 更好 更持久的話 會建議在治療後的 一個月之後 再接受第二次的治療 反覆施行呢 大概三到四次 通常這個治療的效果 可以維持到一年左右 當然整體的維持還有效果呢 還是要看每個人的體質 還有他的生活習慣 水光針呢 是屬於低侵入性的 一個皮膚療程 所以它可以搭配一些 無創性的皮膚療程 來一起進行 像是 平咬雷射 賣充光 或者是電音波等 但是因為水光針 它會在表屏 產生許多微創的傷口 所以會建議 先等電音波 或是雷射做完呢 再來進行水光針的治療 最後呢 提醒大家 注射水光針 一定要選擇 合格的醫療院所 和專業的醫師 透過醫師親自評估 它可以根據 對人的肌膚需求 來客製化 要注射的產品 而且在注射的時候 它也可以根據 不同的部位 去調整 它要支打的劑量和深度 這樣一來呢 就可以發揮 水光針的最大功效 達到皮膚保濕 修復和提亮的效果 哇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